高校市長韓國瑜拿著防疫包 裡面有餅乾消毒水口罩等防疫物品 親自拿給剛下船的外籍船員 雖然台灣疫情趨緩 但外籍船員靠港後 相關的防疫措施依舊不能鬆懈 上車前還得踩進漂白水裡 連鞋底也要徹底消毒 外籍船員下船後 需要先到檢疫區量測體溫 再領取防疫包 全身消毒後鞋踩漂白水 在搭車到防疫旅館進行隔離 原來我們是800多間房間 我們擴充到2800多間 如果真的是不夠 假設有臨時有增加的一個情況之下 除了我們市府團隊 我們的觀光局這邊會來協助 繼續沒了之外 如果有這樣的需要 那中央這邊也備好 大概五六百床的一個 集中檢疫的隔離場所 空港已經成功守住 海港當然不能成為防疫破口 但防疫之餘 市長不忘推觀光 和歌手黃明志合作的觀光MV 在美國獲得一金一銀 出去走走 獲得了美國太理獎一金一銀 從黃明志的影片 可以看出高雄一切的美好 而且獲得了國際的大獎 說是非常非常大的肯定 我非常感動 我也非常激動 其實得到這個獎呢 我最要感謝的就是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大韓倒數八天 韓國瑜努力拼市政 不管防疫還是推觀光 直接用行動要讓市民有感 接著黃迅陳生意高雄報導